记者翁玉黄新北报道,新北市教育局今天举办106学年度阅读融入课程教学发表季班奖典礼,主办单位邀请在座学员一起票选能够代表明年的字,最后由融字出现。 教育局中等教育科长何茂田说,荣有条和之义可延伸为融会贯通,期盼透过阅读各类文本书册,将各种知识或学历加以融合,也与新北市教育培育未来人才的愿景相呼应。 今天的票选代表自前三名,分别是融字26票,蒙21票,盛18票,反映出参加的老师们,对于透过阅读教育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及跨领域教学之能,让学习融合真实生活情境,强化学生想问题,观关键,通心得,进而培养出具备核心素养的未来人才,因应12年国教新课纲的期待。 教育局今天举办106学年度阅读融入课程教学事例与试题征选成果发表会计颁奖典礼特优及优选教师团队经验分享让教师相互观摩学习。 教育局长林亦华出席颁奖并揭晓2018年新北阅读教育期许代表次并与现场的老师们共同进行年华与春联实作。 林亦华说,新北市为因应新课纲实施培持教师跨学科跨领域的课程教学,积极鼓励教师运用阅读策略,跨领域合作设计主题式教学方案或试题, 出推广国中阅读教学极品良油粮势力并共同发展阅读教学创新动能的积极策略促进新北教师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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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